好,玩具TV回來了 接著要介紹的是日系玩具 中熱戰隊不能離開 救急戰隊,GOGO5 這個是第幾核? 記得了,很多 接著好像輪到超電子 這個就是1999年的特殊片 其實這個好像無線都有做過 我有DX,黑版的DX都有 所以說出黑版DX的Super Mini Pro 我都很興奮 但問題是,那個價錢比我當年更貴 我那時候買黑版DX應該是 好像五百零元 現在的黑版DX已經升到七百多元 你不吃飯嗎? 為什麼會這麼貴的價錢? 這些就是沒有,你不買,買什麼呢? 它沒有東西可以出,對不對? 還可以出得不錯 所以都沒辦法了 好,這次一次過介紹兩隻 列車小指和勝利金剛 事不宜遲,可以看看 它全部都是用急救車和消防車去做設定 特殊片裏面有很多救人的場面 災難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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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型 它那個消防車改了 它就取消了 真的伸縮的雲梯 就給了一些配件 到時候你就換件形式去換這些雲梯的配件 這個就是它取消了原本的雲梯設定 應該大複雜 例如這個飛機都有這個降索 可以重現 可以勾住某些車 勾起它,然後吊起它 進行救急現場 或者是重現不合體的名場面 都可以 這些就是它的用心 這些是當年 可能DX也有的 但是沒有這麼帥 事不宜遲 就要合體了 先由腳開始 這些 玩弄戰隊的 其實都只不過是 將車仔 反一反 然後 打開蓋 完全變形 這次都是丙傳 比成分完全變形 當時有什麼來砌呢 那時候難以砌呢 砌呢 我都要順帶一提 多謝偉大的白狼 幫我砌 終於 對 很開心 它給到一些我喜歡的玩具 砌到非常之開心 多謝白狼 再說一次 還有它的貼紙也挺漂亮 對 它有些是上色的 有些是貼紙 對 所以如果你追求 追求 就是追求 這個DX 那就很接近 對 對 換句來說 是很接近DX的水平 好 那我先合體 好 現在就先合體做腳 還有腰部份 對 而劇中也曾經出現過這個形態 對 對 這個意足步行機械的形態 這麼搞笑 對 然後輪到上半身 上半身的變化和DX都是一樣的 嗯 不用換件 不用換件 沒有換件 沒有換件 這個 我覺得這次出得不錯 全部可以用得完 是 那個位置要準一點 對 那 就反回那個 對 就是這樣 對 對 忘記了 為什麼要頂住呢 傻仔 他要把車頭拉出來 對 不好意思 突然間忘記了 好 接著 最後 把這個噴射機 是一個頭部來的 那 就 反轉 就變成了 上半身 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上半身 拳頭也是重複出來的 最後就把這兩個 連結合一起 來 這樣就划算了 如果是一效 對 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不會釘帶 對 即是要多少錢 還是要這個 原價應該是三百五五左右 但現在已經炒到 炒到 炒到 炒到七百 哇 這麼濕 這就要記住 因為這個 是比相當中受歡迎的 所以 很多私人 看到 有沒有香口膠 其實 有一顆 現在真的不知道 有 開心一點 有 沒香口膠 很節儉 如果你說三百幾 就能拼出來 完全變形 就可以 那 就完成了這個 勝利金剛 你看到 可動是非常趁熱的 你完全都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姿勢 你覺得膠件有沒有進步了一點點 因為我只是砌過最早期的Super Mini Plac 那些膠件是很奇怪的 有軟的 不軟的,OK的 感覺上有點像這個 其實都是食玩,但感覺是實正一點 沒有我們玩的軟軟軟的 像以前的食玩一樣 會不會比TW好呢? 上次TW真的好 不是TW,那個 TW,對,TW 這個列車小子是一個穿梭機 列車是穿梭機,有點違和 列車變成穿梭機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打入龍 基本上,列車 這樣就變成穿梭機了 旁派那一架 他也附送一個配件,讓你可以拿著穿梭機去飛行 這個就不特別了 但真的可以 撐住嗎? 這麼厲害? 這個就叫做好路 對 變形都很便利 這樣就拔了這組 打開這組 這組 這組的實體是這麼大的盒子嗎? 對 是這麼大的盒子 對 整個MASTERCY有那麼大盒子 但是你合體不可以不要這些 哦 即是菌綁式 對 變成一個大的 之後就把穿梭機的頭放在背部 這個關節挺有趣 當你看到關節位置你以為是這樣開的時候 但其實它有向前的關節 這個是比較有趣 有些鼓滑滴槍的感覺 即是看不到你 而它比起DX最卑弱性的進步 就是它的腳是可以打開的 還有是有膝頭關節的 好厲害 所以玩過DX的合感就會非常感動 玩家會覺得非常感動 真是可以放到姿勢 而它的武器就是這個盾牌的槍 拿著貼紙很漂亮 閃粉 它是沿用當年DX的感覺 當年DX都是用這種漂亮的鮮粉 對 貼紙很漂亮 所以如果要還原度來說 它是做得非常好 我想問它很遲的聲音是貼紙嗎 這應該是貼紙 不是貼紙 不是你貼的 那張貼紙我以為是你貼的 因為它是貼完之後 還有用心把它加回坑 對 這個就是白狼的功夫 對 這個就是貼紙 就加回坑 好厲害 這麼厲害 好 然後事不宜遲就再大陷在那 就成為這個極限勝利金剛 那要怎樣呢 通常2號機閃的命運都是比之解的 首先要把穿梭機拔出來 然後把腳拔出來 你幫我拔開上下半身 對 這樣可以 我想問這盒是雲限嗎 這盒不是雲限 這盒是通販 通販來的嗎 通販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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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時候2號機閃的命運都是在雲限 看看是否歡迎 即是說這個夠少歡迎 這個也算夠少歡迎 當它成為了炒賣的時候 真的會不會有這種聲音 嘩 炒一個雙倍 是 好厲害 好 其實它有一堆的配件 包括雙腳 拳頭 面罩 還有 肩頭 還有胸口 這個是腰 好 首先 把下半身 下半身伸直了兩隻腳之後 腳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擴張了這個位置 然後放下去 那就合作一隻腳 最後呢 這裡鎖回它就可以了 跟別人的這隻腳是一樣的 拉開這隻腳 之後呢 就把車子插進去 不過可能呢 都已經說是食盤呢 額下覺得食盤好像會放膽一點 玩 就是給你吃 是不是 就會好過合金啊 DX的感覺上 好像是會放鬆一點 玩 這些膠呢 但其實SUPER MINUTE 其實是 都挺開心的 為什麼呢 它一直在補完 以前的SR 一直都沒有完成 是啊 那時候的戰隊啊 或者勇者啊 其實 接下來應該都是 到勇者 勇者 是 勇者指令 其實裝甲其實出得很好 但是它的價錢就是 無形的 額下包含 GAS包含價錢 即是它是無形 但是它是合含價錢 其實跟食盤一攬上任何關係 呃 除了那顆 向後膠之外 對 膠就 密一點 但是這個價錢不是吃半價錢 是 合金價 對 真的合金價 對 這個產品出得漂亮 感覺到 有點順滑 對 那就將 心口 插在這裡 其實小朋友玩 玩到呢 我看到幾複雜 都很難玩 其實當年DX是給小朋友玩的 那你就 很明顯是給大朋友玩的 但是當年DX那些是很簡易的 你看這裡 嘩 你看說明書多了 因為它多了很多不同的關節 對 所以不是一般小朋友會玩的 這個戰隊都不是小朋友對的 戰隊 可能有些新派一些的 會比較適合 這些小朋友 這些外形 就是 怎麼形容 這些外形 怎麼形容 這些外形 古髒了嗎 這隻戰隊是幾年 1999 1999年前 1999年前 已經20年前 實際太久了 真的沒變了 我看到這些外形 我也有第一次看到 其實大合體來說 這些算帥 是很漂亮的 很多人隨時 隨便的 就是這樣 就當成這樣 那有幾十輛火車 玩到的 火車 不不不 是這個電台 裝了 打 那一輛金能力 那一個很厲害 的 那一個很厲害 那個金能力 很厲害 那一個金能力 還在一起 對啊 最後 將兩輪炮 拿出來 就完成了 它變成大合體之餘,還保留了少量的下半身可動 其實已經是一個恩賜 當然,它附送這把普通的劍是比四銀金剛用的 而它大合體之後會顯得比較微笑 而之後出黑版的箱,就送一把巨大版的劍給你 可以享受這把巨劍的樂趣 那是三把劍嗎? 兩把劍合在一起,出黑色的,多一把劍是750元 就是P Bander也訂 這把劍合在一起是一千元 這個不用,是一千元 一千元而已 真的瘋了 這把劍合在一起 但是它真的漂亮嗎? DX版? 它比DX版更漂亮 沒有所謂 我先說你們平均會收益 好,就是這樣 雖然有點甩漏 不好意思,因為B-Lime做變形 真的有點壓力 好,這次就算了 好,我們還有多少東西 這個 好,稍後再見 好,稍後再見